直入,在他阶层的逸宣里面,特别有兴趣的就是这件作品 单刀直入 单刀直入,他很有意思的把我们所知道的直白 可是在直白之后,他的阴命也很直白,直接一把刀 直入,不用让你体会到底在写什么 单刀直入,这个入在哪里,吐出来啊,是吐还是入我不知道 如果入,他可以把这个字跟这个形象挑战一下 观者,你所认识什么是入,什么是刀 那是菜刀,还是弯刀,还是吐龙刀 他的刀的概念是这么大吧 挺凶悍的,还有《一念天堂》 这件作品也是引起我很大的心情 最近自己本人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一念天堂》,那个《一》找不到 我找到一点,一点天堂 因为这支作品里面,他用了好多《一》 所以特别强调,他的《一》 这是《一如既往》,很多《一》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有意无意的在发挥一种 让观众去到底理解,他的《一》有什么目的 《一》好像有,而且好像没有这样 所以有时作品里面,他不是单纯的在传达一定一个字,图案,图形 他是在传达一种作者的想法 观众在看作品的时候 能激发他什么质疑,什么怀疑的东西 让他去问 我在欣赏的时候,我想问一下 我想知道他,他到底为什么讲 一件成功的作品 就是能让看的人,拥有的人 挂在家里的人,藏在家里的人 浮相延偏 让他补充作者的对话 自己的认识,知跟识的对话